这里有一颗草莓 不过还没有全红 我赶紧拿个袋子来把它绑一绑的 用吊囊种草莓 蜗牛就应该爬不上了吧 种到山盆 超大的 好了可以摘 可以剪一下 太好看了 用吊囊挂起来种草莓 又干净 蜗牛就吃不到它 就是这种吊囊 它就出水性不太好 天天的淋水 还有这里面的土 是用草莓 专用土 它就比较轻的 它就买这种适合于 在吊囊里面种的草莓土 店子里有个麦 它已经拌好了 那个营养成分也拌好了 你就把它种好以后 就负责加水就好了 挺省事的 而且就能得到收获的快乐 又到开心时刻摘草莓了 挺大个的 这个也可以了 这一盆 看看这边 哎呀 这里 一点点那个 我也把它 也把它收了 哎呀天哪 我伤 伤到了一个 剪掉了 一只手不好操作 这边还有一个 看看 我这个还 还没长得透 然后再长着 因为我里面加了 硬链粉 所以鸟呢 怕也没有来 捉我的草 之前 就是以前没有 加硬链粉的时候 那个鸟啊 老是把我的草 给叼走 去 哎 他们反正可能是 建他的草吧 老是把我的那个草叼走 现在我加了硬链粉 他们就 不会 再来搞破坏了 收获了三个草莓 然后有一些 西南花菜苔 每天到园子里逛一逛 都是有点收获的 哦 这个 草莓 哎呀 这两颗 这里 这里 哎呀这一颗也好红 这个里面还没有 哇看上面有黄叶子 得加点肥水呢 这个 手拽一下 哎呀 手拽一下 哦 这里还有 手拽一下 嗯 又守护四个 很可惜啊 下雨啊 这个烂了 下雨都没出来看 哎呀 哎呀这个还好 嗯 下雨你把它扯掉 我也怕感染 没敢 没敢弄啊 这里有两个啊 可以的 下一把拽掉它 怕那个 三颗感染病菌 那就烂了呗 哇 哇 这个 这个梅套都 都已经红了 可以再六个 每个里面两个 嗯 拽下来 这个也拽下来 哎呀这个有点 还没熟 没熟也拽了 明天 又 又忘记是 啊 总共瘦了六只 有一只坏了 只能堆肥 所以这个 挂起来种草莓 挺容易的吧 嗯 下雨水都不用浇 轻松 天晴就浇水 嗯 我就 要是肥就 是点 业态鱼肥 这样 就只管 种下去以后 就只管每天 采收了 特别容易的事情 嗯 又可以摘了 哎呀 这个 还得用那个剪刀 来剪才行 这个也是 这个行吗 哎呀这个可以 这个太粗了 巨大 太粗了 我手 手拽不下来 这个可以拽一下 哎呀这个也不行 看这边有没有 嗯 这边没有 这里呢 也没有 这里只有花了 隔两天就收几个 隔两天就收几个 很不错 看这个地方有个 这样的烂叶子 哎呀 把它也剪了吧 用剪刀 这只叶子把它修剪 不要了 这里也是 这还有一片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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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有一个 叶子有问题的 就不用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吃点人的 五牛耙子上面吗 这边呢 这边呢 这边也有一个 今天采收这个草莓以后啊 我要给它施肥 因为我发现它的果子变小了 我要给它施肥 草莓肥 四个 把它放在盆子里 这个是准备了一个一身的 那个 酸奶罐 然后一小杯的草莓肥 就倒到这里面 用棍子嚼一下 好了 就 因为这个 是男子种草莓嘛 它的水 那个 很容易露出了 所以下面 用一个 用一个那个 桶子接的 黑漆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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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馅饭 所以咖啥 鲜 它 这边也用的 墙漆漆的 沖 这里面还有很多炭 再加水 就吃其它的 没有那么快融解 或者等它露干了以后再倒到这里 试完草木灰以后再用清水冲一下 水漏下来也别浪费了 接着等一会儿漏完了就零期了 零另外两盒 给它试点草木灰风味更好 应该要更甜 我这是第一次试草木灰 之前我都是试的鱼肥